地点在波兰是不是历史上最有价值的黄金列车了 这个列车听说是当时纳粹战败还要落跑 结果把四十几节车厢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 而且之前如果说你看挑战新闻的话 听说里面还有琥珀屋 不过这次传出来说这个列车其实有四十几节 现在里面只剩二十几节 其他的黄金可能被别人偷走了 对 没有错 这次有两个年轻人 分别来自于波兰跟德国 号称他们已经找到经过透地雷达对不对 那有雷达图 布普勒雷达往地上哒哒哒哒哒 以后走过去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地图出来 那么他们发现在地表地底下面 有一个像非常像装甲列车的样子 就火车装甲列车的样子 而里面还有坦克等等 坦克也看起来非常像德国 二次大战的时候的坦克 所以他们认为应该是失踪了 这个七十年的纳税黄金列车 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纳税黄金列车 因为大概在1945年 也就是德国准备要战败的时候 当时苏联红军节节冲进去 开始美国跟苏联两边分别包围德国 那么当时纳税他们德国就发现这样不行 所以把他掠夺所来 纳税德国只要攻占一个国家 第一件事情先把他的黄金准备金 然后跟所有的珠宝 跟包括他的艺术笔全部都集中一个地方 塞钱就是了 全部都把他集中在一个地方 集中一个地方以后保管运走这样子 他们就用这个所谓的纳税黄金列车 总共装了46节 把这些金条金块艺术品 全部装在里面 然后运走 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很可能德国会一败涂地 所以准备把这个当作他们以后 德国重新卷土重来的一个准备金 对 所以他在运的过程当中 也怕苏联红军跟这个美国人来抢 所以其实他用了很精锐的部队在保护这个 而且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这样子 所以从匈牙利出发 两个多月以后 突然间 突然间 美国的陆军有截到这个黄金列车的一部分 他总共有46节 对不对 美军截到的只有24节 还有22节不见了 就是埋在里面的 不见了 对 那到哪里去了呢 因为他里面装的是黄金 那到底到哪里去就成为一个谜 所以这70年里面有很多人很多人在找 就成为一个谜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希特勒 他自己本身也曾经把所截获的这些黄金白银 然后跟这些艺术品 藏在奥地利的一个岩洞里面 后来有这个被找出来 这个地方有找出来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黄金列车就不见了 22节里面大概当时 预估他们的钱 大概超过现在的2亿美元以上 大概60亿美元以上 现在可能不止 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里面如果很多艺术品可能是无价的 那到底到哪里去不知道 从此以后是谜 大家一直找 那么后来 经过这次的事件以后 因为这两个年轻人宣称说 他们希望挖出来的话 能够有10%的相关的挖出费用给他们 就是这两个 他们希望能够有10% 10%不少了 对不对 2亿美元的10% 他希望能够有 如果证明他们发现 没有错 然后他们认为是他发现的 所以发现的费用应该给他们10% 这个火车应该作为博物馆等等 结果后来事实上 后来有一个85岁的这一个 等于说斯洛维科夫斯基 对不对 他是波兰人 他跳出来了 他跳出来说 他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谁 你知道吗 然后他事实上才是 守候这个所谓的黄金列车的人 他说他是他的 没有说 问题就在这里 因为他已经85岁了 离开人世的时间不远了 他才说出一个惊天大秘密 为什么 他说我为什么知道 这个黄金列车 在地底下 因为很简单 其实这个列车 当时表面上说 要往中立国瑞士去 其实他们已经知道 到不了那个地方了 而且到瑞士去 也可能被没收 所以事实上 纳税他们早就决定 把它藏在一个地底的 一个隧道里面 但这件事情 不能让别人知道 所以后来他们就盖了房子 然后盖了那种奇奇怪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让列车进去了以后 这个地方用房子 用很多的地方 把它掩蔽 让人家完全看不出来 结果我们下面这张照片 是一个男的跟两个孩子 对不对 他们其实就是 他们的房子就是守护 等于说隧道的黄金列车的守护者 他们 爸爸带了两个小孩 他们护者 对没有错 但问题是 等到后来 接近大战尾声的时候 纳税要离开了 第一件事情 就把这家三国全部灭门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秘密 说必须把你们全杀了 对 守护一家人三十岗 被灭门了以后 负责把他给杀了 那些德国纳税的军官 也被杀了 你知道吗 其中有一个 本来以为他死了 就没想到 就是我们这位85岁的 这个波兰人 他救了他 救了他以后伤重 所以他在断气之前 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就说有一家三口 因为这样 守护着他被灭口 那个地方 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这样有这个秘密 因为我要死了 谢谢你救我 这样子 然后85岁的这个老人家 他大概知道一个方向 但不知道确确的地点 在什么地方 那么他其实也在找 毕生也在找这个 所谓的黄金列车 到底在哪里 可是最近 最近这1、210年以来 他不断的遭到骚扰 有人 有人带着枪 自称是便衣刑警 然后就来骚扰他 然后要不然 叫他不要管这个事 不要再追这个 黄金列车 甚至于把他家里的狗 给堵死 把他家里的大门 给捣毁 然后还监听他的电话 窃听他的电话 等等 他说其实 对我做出这么多事情的人 就是这两位年轻人 这么有心机 对 到底这意思就是说 事实上 大家都想抢黄金 大家都想寻宝 而没想到这个黄金列车的背后 有这么一个很可怕 也让人家觉得非常血腥的故事